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词所参考的文本其实是来自已故台湾女作家李维青的同名散文作品 《老派若会知必要》 散文集于2012年推出 其实早于2014年 在郑安琪的《Tintu》专辑里面已经有一首 由《My Little Airport》所写的《我可以被这个世界淘汰》 但不可以被世界击败 已经有引用到李维青这篇散文作品的内容 当中的歌词讲到 《我这样的一个老牌》 《不爱付任何人的债》 《不想各都可以随便让我理解》 《就算我有时间可以生》 《像我这样的一个老牌》 《孤独是难免我理解》 看着这世代变得更加坏 《我愿期待更坏的境界》 2018年11月李维青因为严正细细 在《My Little Airport》2019年的作品 《思歌舞街》 这一首歌里面 就写到这几句歌词 《原唱与你去深水旁那边》 《刚过新的作家》 《你介绍哪年》 《写过只有散步》 《我梦在真正的天》 《我梦在真正的地》 《旗后王伟文也帮林嘉谦》 在2022年写了一首《哪一个法名了Anchor》 《时间只有这这么多喊安歌会否比较爽》 《能不跟你再拖拖叫安歌门眉梭》 其实也是向《My Little Apple》的名曲 那究竟老派约会知必要这一篇散文 是讲什么的呢 不如就等我们一起阅读一下 这一篇那么经典的散文 老派约会知必要 带我出门 用老派的方式约我 在我拒绝你两次之后 第三次我会点头 不要MSN敲我 不要念书留言 禁止用WhatsApp临时问我等下是否有空 你要打电话给我 问我在三天之后的周末是否有约 是不是可以见面 你要向老派的生死那样 穿上衬衫 把胡子刮干净 穿上灰色的开襟毛衣 患有范顺鞋 到我家来接我 把你的毛钉皮衣丢掉 一辈子不要穿他 不要用蛇香或金骨 或任何气味的古龙水 我想闻到你刚洗过醋的香皱 以及洗发精 因为几个小时之后 我要就着那味道上床入睡 我要消掉我的破洞牛仔裤 穿上托高的胸罩 与立紧妖姿的束缚 换上番领衫 将长袖接成七分 穿上天蓝与白色小点点的圆裙 芭蕾平底鞋 广告我的马尾 安着你的手 我们出门 如果你剧位视牌 请载我去游乐场 如果你开车来 平在路边 我不爱 我们要先看电影 汽水与田桶 我们不管门头游戏机 如果真爱尚妙 下次你斗牙的时候 我会坐在场边 手指着大腿托腮 默默地看着你 我们去晚餐 我们不要美式餐厅的嘻哈涌劑 也也不要忘归餐厅的造作牌场 我们去家庭餐厅 旁边坐着爸妈带着小孩 我们傻傻地看着对方微笑 幻想着托素优雅的未来 记得把你的爱封关掉 不要在我面前简讯 也不要在我从化妆室走出来前检查链书打卡 你只能 专注地 看着我跟我说话想着我 我们要散步 我们要走很长很长的路 若我半个台北那样场 若我93个红绿灯那样有的手牵手 我们要不涉合心相亲相爱 走整个城市 只有在散步的时候 我们真正的谈话 老派的谈话 你妈妈都欠你什么 第底 你的秘密都撞在哪里 排盒 里头有什么 坦求 两张尾钞 以及书刊 你写日记吗 偶尔 你养狗吗 Miro 你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乐幻带登陆 你喜欢的女明星是谁 废文例 你初恋什么时候 十五 你写情书吗 恬久没有 你自好看吗 我写信给你 你有秘密基地吗 我不能报诉你 有一天只带你去 我笑了淡没说好 你可以问我同样的问题 但不能问我有没有暗戀过谁 我会杀方 这是礼仪 我们走路的时候要不停说话 红灯瓶下面随着节奏沉默 松松又黏黏地看给钱 每次过马路 我们要幻想眼前的斑马线 白色黄黄成为彩色的 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一条条铺开 踩过他们 我们就跨过了一条彩虹 过完他 我们到达彩虹彼端 一道 又一道 简直像金海利那样 在屋蜆上舞道 我们如此相爱 乃至于云然不觉刚刚 行经命案现场 没听见消防车吹命赶往大火 无视高楼欣欲华崩垮 云梯上工人蜀了下来 路边鞋同套出了鸡丝汤面 月球因疾度而戳合了眼睛 送我回家 在家门口 我们不想放开对方 但我们今晚因为相爱而懂得狡猾 老派的 不 抱贵 我们今天不接吻 2号 着 göra 非常小的 disabled 到证乱 中文字幕——YK